大家好,MTT安全实战第三集 今天是2022年3月1日 晚上11点40分 今天我们安全实战的内容是 Opensea的改价漏洞 这个漏洞是去年10月份就有了 害过我们群里不少的人 我还专门到他们Opensea的官方Discord里面去反馈过这个问题 然后到目前为止 你看这是我反馈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 这个漏洞依然还在 然后除了我们群里的人被害了 还有个推特的NFT的大V也被害了 就是他 这个是他的两个钱包 你看这个是拥有59个高达 然后还有个好多Doodles的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钱包是 三十几个NFT我的地主 对吧 他也被害了 他还特意的发了一个推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悬赏谁能找到这个骗子 这个骗子是在他买这个 这个Bungie这个NFT的时候 从0.949的价格 然后把它改成4.9 然后大家被骗了 你看这个钱包地址在这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他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利用了这个改价的漏洞 我们来找找这笔交易 这笔交易大概 找到了在这 你看啊 就是这笔交易 这个对吧 这个人呢在 看了一个4.9的价格 然后呢他就把价格瞬间改成了0.49 然后呢他就买了 那个大V就买了 买错了 变成4.9 就在这看到吧 就这个人对吧 以这个4.9的价格 相当于差了4.5个价格的价格 买下了这个NFT 啊 算是残重 对吧 好 那我们回到那个主题 来试一试 这个漏洞是怎么操作的 漏洞的原理呢 就是先给一个NFT开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拿这个NFT来测一下 这个是今天我刚刚买的一个NFT 是1.5买的 现在的价格地板价应该是1.53 嗯 那我们先在这个NFT上给他 给他设定一个价格 然后我们设定一个 2.28吧 2.9好吧 2.9的价格 嗯 然后过去时间 时间只剩一天 是吧 然后我们就把它价格 开出去 嗯 好 我们签名啊 先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OBTS的挂单 这个实时的挂单 啊 这个是我们一个实时的挂单 你看这个挂单已经出来了 但这边还没出来 我们比它稍微快一些 好 我们先把它挂出去 啊 2.9的价格 挂出了这个NFT 嗯 挂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挂单 啊 这个出来了 2.9对吧 这个是我刚刚挂出来的2.9 这个还没发现出来 我们刷新一下 哎 看出来了 这个2.9挂出来了 好 现在呢 重点来了哈 我们现在专门写了个网页 这个页面在本体的 然后专门针对这个bug 做了一个代码 然后我们现在挂怎么呢 就 现在不是2.9吗 那我就挂一个0.9 对吧 啊 0.9的价格比地板价都都便宜 对吧 然后我们挂出去 然后这个挂单会失效很快 一会就失效了啊 这个签好了 对吧 这个价格已经挂出了 哎 你看0.9在这 你看出来了 对吧 因为就这个价格 但那个当你点进去要买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 它变成了2.9对吧 如果你一不小心你先去买的话 你就上当了啊 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就跟刚才之前一样 你看 我们看一下挂价 看到没有 你看 这是2.9 这是2.9 然后我们刚才那笔 第一笔是2.9 然后呢 刚才我们在我们那个网页上挂的是0.9对吧 但是这个0.9呢 在瞬间就失效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看到0.9价格很很吸引人 你就去买 买了你就 哎 花了2.9 买了我这个NFT 对吧 啊 OK 好了 今天的安全实战就到这 了解更多NFT玩法 找蓝筹项目抽牌名单 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访问我们的网站和社区 啊 记得关注我们 获取更多的视频更新 就这样 再见